诶 诶 你说是吧 诶 你说 他们最近又不喝奶茶了 不喝饮料了 啊 喝什么 喝那个叫什么来着 白桃乌龙 诶 你说这老喝饮料也不好 科技有点滚活 哎呀 不行 我得赶紧飞云南 白桃乌龙 是茶嘛 所谓高山榆木 出好茶 这生山里的茶 一定是没有科技喝很活的 终于看到茶树了 一叶两芽 是采茶的标准 哇 这么多 好不容易来一趟 我得多采点 哎呀 装不下了 赶紧下山 去制茶 喝口没有科技的山泉水 走了 好在乌龙茶做法也不复杂 先给采的茶叶晒清 再经过几次摇清 炒制 揉拧 烘焙 我的乌龙茶就做好了 我得赶紧找白桃去了 好不容易买到了这些碗桃 洗好的桃子全部切成小丁 这些白桃丁得做成桃干 哇 满满两大框 做成干得缩一半吧 这晒到半干得再蒸半个小时 才会比较耿久 再继续晒 晒到这么干吧就行了 一部分留点当零食吃 另一部分就混到乌龙茶里 话说我这白桃乌龙茶 做的还挺优秀的吧 我先浅泡一杯 再浅瓶一下 嗯 不负辛苦 咱茶有了 做饮料还不简单吗 一杯亮亮的茶 一杯鲜炸桃汁 一杯冰糖水 最后自己净水 加满 给它打个气 不就是饮料了 咱自制的饮料 随做随喝 嗯 味道还不错 我这是纯天然白桃乌龙气泡水了吧 这不这 当然不 我再用自己熬的桃子酱和泡的茶 做个白桃乌龙的脆窝窝 万一它又想喝奶茶呢 这可是有真过力的白桃乌龙脆波波 这不就可以随时做奶茶啦 桃子酱挂个杯 来个茶底 热牛奶 冰糖水 自制脆波波 这是自制白桃乌龙版奶茶 奶茶如果喝腻了 但还可以煮硬地的暖锅茶 茶 冰糖 柠檬水 一起煮开就好了 哇 热乎的茶 再用桃酱打个底 桂碎满满 酸酸甜甜的口感 喝下去很暖暖的 当真是秋冬的神仙饮品了 甚至还可以做成白桃乌龙版的 迷你雪梅娘 白桃乌龙版的茶叶蛋 也别有一番风味 总之有了这茶 白桃乌龙的一切倒不是事 来吧 白桃乌龙的一切 我没有炸心 你不是要白桃乌龙的茶吗 热乎吧 酸甜甜的真不错 怎么样 你不就不想让我出去买吗 那我说做的不可以吗 对对对 这是你自己做的 你别说这茶挺香的 那必须的 哎呀我跟你说 他们现在又不喜欢买药龙了 啊 我做了那么多 他们现在喜欢买那个切钢 就那个天价切钢 如何阻止你家孩子买奶茶 哎你怎么这么晚回来 这买哪个菜的 哎你菜嘛 这里面确实科技的很多 我知道呀 我不确定了 哎你 哎我说你能不能不要再去买了 你想跟我给你做不行吗 不行 你做的没有科技也很多 哎 你买什么东西呀这么重 能让他告别科技以狠活的武器 我跑大了远 就挖了一堆这个 你们肯定以为这货是红薯啊 人家说我叫木薯 没想到吧 奶茶里那些小孩的源头啊 是它 脱掉脆脱的外衣 里面是个白胖子 白胖子切成小块 再用泡皮机打成浆 跟水的比例呀 比较好 然后再在这纱布里 过滤 咱就说办法总比困难多 我自制的过滤架还真不赖 几根水分 这个不要 留下的液体就静置吧 哎 分层已经出来了 上次的液体倒点不要 留下这层白白的 就是木薯淀粉啦 给它晒太阳 或者烤箱烘干 这肯定没有科技于狠活吧 一搓成粉啊 就是干了 用石旧 不费力的就能磨成 跟买的一样细腻了 那有了这些木薯粉 我就能做奶茶里的各种小料了 首先是稀米 烫粉 揉成个偏偏的面团 切一块 在面条器里 用最细那个 挤一点刮下来 再放到手心搓圆 虽然一个个 主食有点费人 谁让我没有南乡那么多月种朋友呢 搓到天荒地老 终于 风干后 有这么点了 如果一次吃的碗的量 剩下的保存起来 哇 真跟买的一样哎 刚才的面团 搓大点 就是珍珠了 好在这大的搓起来 就快多了 也煮一点 剩下的冻冰箱储存 哇 这透明的珍珠 比黑的好看呀 那木薯粉 跟南瓜子树啥的搭配 不就是预言了 这以后他想喝什么口味 我现做肯定比买的强 那木薯粉跟牛奶搭配 就能做成他最近老爱家的牛奶麻薯了 木薯粉牛奶混合后 上锅蒸 或者直接锅里炒粘稠 就是拉丝麻薯了 这其实可以直接在这饼干碎吃 诺基基的很好吃 但现在奶茶店都给他放奶茶里 我儿子就贼爱这款 其实在家做起来 简单的要死 再来个饼干碎封顶 这不就完事了 那他百点不厌的盐质干 我也必须安排 正好最近芒果也下来了 柚子多放点 西米必须多多的 得做个封层嘛 芒果叶奶糖 打成芒果锡 倒满杯再点缀锡油跟芒果粒 哇 这哪里比买的差了 听说多肉葡萄 最近也变成这帮孩子的新宠了 其实在家做也就分分钟的事 是不是一模一样 哦对 我得换成奶茶杯 再做两杯 去学校 出来了出来了 哎呀我好奇 看什么 我就是这么一份 这次是 来点赞 那是 行吗 我愿意 明不时 紫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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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